上午10时 中共中央总统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 步入会场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声中开幕 中央军委主席 丁薛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发表了题为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共同创造残疾人 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的致辞 新时代十年 我国残疾人事业 开创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 广大残疾人以梦想为伴 与时代同行 用顽强奋斗 把一个个美好梦想变成现实 以实际行动 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的 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丁薛祥强调 党的二十大对完善残疾人 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 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威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议会 向大会致贺词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 代表中国残联第七届主席团 向大会做了题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为推动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 大家请多看